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出家的时候是87年 大概是93、94年头这个时候吧 有一次我从富泰路的内圈上高架 上闸道的班当中发现一只猫 就是被车子是压的 从腰部压的 那只猫呢 它就从路当中再往边上再挪 前面两个爪在爬 后面就拖着地上 就这个镜头就一直在我心里 然后我就毕竟出家人 想来看看也是帮他们收个私吧 93年一只旧 旧呢那旧的猫比较多 慢慢慢慢就开始接戳狗 接戳狗其实我是从06年的年底 这是被绳子绑的 然后你看这个小机器都磨断掉了 小机器断掉了没有用了 这个是刚刚做绝育刚刚回来 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做事情 人家家里养了一只金毛 老人过世了 然后小孩就不想要了 那个时候那只金毛就三岁 然后我们就说 哎 干脆把它带回来 慢慢慢慢就是说 我们就发现这个路上的流浪狗蛮多 后来就是狗慢慢多起来 不但是自己救的 就是像我们求助的这些人 我哪有一只狗救下来 我救下来它没地方放 那心里想想反正妙力 也不在乎这一两个狗就带回来 每次嘛都是不在乎一两个 每次不在乎一两个 好了 慢慢慢慢躲起来 所以说师父啊 你师愿养这么多狗 不清净 这话是错的 佛法 佛教 寺院 它是以无事为清净 不是以无生为清净 真意对我们来说 已经不造成困扰了 你比如说 这一夜我们狗一个狗都不叫 我反而会睡不着 生命它只有一次 当然你说佛教讲轮回对 但是一个生命 在这样一个载体上面 它只有一次 并不是可以轮回 就可以让它无故地去死亡 不是这样子讲的 当我知道我们就是相关部门 管制狗的最后的去向的时候 如果出家人来说 我想能救 我想要去把救下来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多方面协调 也协调了好几年 他也知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比较认可航线人去做的事情 就是从这个时候 我们的狗突然就是爆发性的增长性 现在呢就是里面有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呢 它是完全可以领养到家庭去的 如果领不掉了呢 我们只能让它在里面养了 最大的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场地 那场地没有留下外面借 那借的话就存在一个资金 这现在是七千多元 一百二十二万六千四百块钱一年 这些流浪猫流浪狗不是政府的责任 都是你们这些爱猫爱狗的人 不负责任把它扔掉了 而且你扔它之前 你都没给它做绝育 造成了流浪二代三代五代 这样子一直下去的 要领养一只动物 你要有长久的打算 它这一辈子要十几年 念一经的话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了 都是他们在做事情 我都没有空 不要包括给人家去超度啥的 我都没有时间 我真的差不多是全身心都迫在这个 经是什么 就是佛说的话 听佛的话要立心 那为什么我也不去做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